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2月30日 星期四 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 中国人是不好惹的 惹毛了是不好办的 那现在美国就把中国人民给惹毛了 美国自从去年就造了一个谣 说是中国在新疆有强迫劳动 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 如果你要撒个其他的有点影的谎啊 可能还能骗得过去 可是你撒的这个谎 这一下子就让中国人民明白了 你美国是怎么回事 原来你美国真的是爱撒谎啊 一下子美国在中国就失去信誉了 好 有关新疆 美国最近呢又出台了一个法律 叫做什么新疆强迫劳动预防法 对吧 就要求美国的这些企业呢 一概都不得以任何的形式 在新疆以及和新疆有关的企业当中投资 那前两天呢就出来了一个 英特尔给他的供应商们就发了一封这个年底函 就跟他们说呢要抵制新疆产品 对吧 后来就引起来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质疑 后来英特尔呢就还发了一个公开道歉信 那好 现在呢 英特尔的道歉信里面就是说呢 我们一直在中国和这些供应商啊 和中国的这些相关方面呀 都关系非常好 我们非常尊重呢 中国人以及中国的文化 我们是发了这么一个信 这个呢 是迫不得已 这不是美国逼我们的吗 一下子呢 就把这个锅呢 甩给了美国政府 这个呢 也确确实实 就是事实 对吧 美国政府现在反中反成了失心风 已经是在中国人心里面呢 真的是一点心语都没有了 那继这个英特尔之后呢 这两天呢 又出来了这个沃尔玛 有人就爆出来说 沃尔玛在中国的这个商店 他们下架了新疆的产品 那这事呢 是怎么出来了 引出来了什么样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环球时报呢 做了一个详细的 完整的一个报道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另外呢 今天我收到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就是中国呢 对美国的这个新疆的政策呢 这个打压 中国终于是祭出了大招 中国就在呼声意志很高的 这个稀土方面 祭出了一个招数 这个招数呢 还确实挺高明的 一会儿呢 我再跟大家来讨论那件事 好 现在我们先来看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里面 是有哪些详细的内容 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的题目是 山姆被曝停止上架新疆产品 中国民众外企要来中国赚钱 就要遵守中国的规矩 这是今天刚刚报的啊 12月30号 这个内容呢 是这样的啊 全球最大的零售企业沃尔玛 疑似停止上架新疆产品 引发一些中国网民自发性的抵制行为 美媒评论称 拜登政府签署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等于给所有美国在华企业制造了一个法律困境 如果遵守这部新法就意味着可能失去世界上增长最快的 庞大的消费市场 而作为这部新法的依据 所谓新疆的人权问题 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这是很悲哀的一个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董绍鹏 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说 这说明美国资本缺乏独立性 在一些美企被迫放弃参与新疆贸易的同时 27日乌鲁木齐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 新疆口岸与欧洲的贸易正在增长 今年前11个月 新疆口岸与欧盟国家的外贸总额 约为2610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 我插一句啊 美国口口声声的说是民主自由 可是呢 他们的企业连做生意的自由都没有 和谁做生意的自由都没有 这叫什么自由 这叫什么市场经济 当初非得拉着中国进入你们的市场经济 鼓动的就是一个自由 对不对 可是现在自由在哪里 新疆人民连工作的自由都没有了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报道 加勒福推出新疆好物节 据华尔街日报28日报道 沃尔玛成为最新一家 因涉疆业务处理方式 引发舆论风波的西方公司 因为之前有网友发文称 沃尔玛已停止在中国的 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 上架来自新疆的产品 于是有微博用户指责沃尔玛 吃中国的饭还打中国的脸 一些网友表示将退掉山姆会员卡 还有人说将抵制沃尔玛 旗下的商店 据报道 在厦门杭州和宁波等多个城市 出现了山姆会员推卡潮 这个山姆是怎么回事呢 山姆是沃尔玛的一个分支机构 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商店 你需要购买它的这个会员卡 然后才能到它的商店里面去购物 这都是商家玩的一些个手法 好这个报道说 截止到本报昨晚发稿时 沃尔玛尚未对此做出正式的回应 29日也就是昨天啊 环球时报驻上海记者 在上海一家山姆店观察发现 店内的蜜瓜和蹄子产地均飞新疆 所售的三个红枣商品中 也没有新疆红枣 在被问及什么时候会有新疆红枣时 工作人员称不清楚 此前 北京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销售人员 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新疆葡萄干自今年5月以来 一直没有上架 不过29日在北京一家沃尔玛超市 环球时报记者发现了 有瘦产自新疆哈密市的 北韦28度甜瓜 这个记者报道的是非常的详细啊 25日的陈淼 是重庆语言培训中心的一名教师 29日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在看到有关沃尔玛山姆会员店 下架新疆相关产品的报道以后 他计划暂停已经用了5年的会员资格 这让我想起来了上一次某些外国公司 抵制新疆棉花的事件 这是美国单方面打压中国经济的 又一个典型例子 这位会员表示说 他甚至不考虑将来有一天会恢复会员资格 因为这家连锁零售商可以被其他许多的超市来取代 上海一名姓郑的钢材老板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他已经退了山姆会员 他说他们拒绝新疆 我就拒绝他 我是前几天退的 当时有一排人都在退卡 本着爱国的情怀 以后我去都不会去了 即使山姆店道歉或者重新上架新疆产品 我也不去 他说外国企业要来中国赚钱 就要老老实实的遵守中国的规矩 华尔街日报29日说 中国是沃尔玛国际扩张战略的一个关键支柱 也是最近一个季度沃尔玛国际销售的一个亮点 沃尔玛的最新年报显示 中国已有434家沃尔玛卖场和山姆会员店 这使得中国成为按零售面积计算 沃尔玛的第二大国际市场 仅次于墨西哥 自从沃尔玛停止上架新疆产品的行为 在网上引起关注以来 众多竞争对手开始趁机抢占中国市场 最引人注目的是加勒福近日推出了新疆好物节 并在官方微博发布了9张上架的苹果 核桃棉袜和毛巾的照片 上面亮黄色的标签写着 我来自新疆 新疆口岸对欧盟贸易猛增 12月23日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使之正式成为法律 该法禁止美国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 除非公司能证明这些产品与强迫劳动无关 美国政治新闻网称 该法实际上是对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与强迫劳动的联系 进行了有罪推定 此前美国主要公司及其强大的贸易团体 一起在国会进行游说活动 将该法案的通过推迟了一年多 但国会最后还是通过 美国进出口商协会会长兰尼说 国会下了重拳 所以这更多的是一个执法环境 而不是一个知情的合规环境 美国媒体称 该法是一大批美国企业陷入两难的境遇 美国国务院前反人口贩卖大使理事满生 如果所有的美国企业撤出新疆 那里的维吾尔人将会陷入贫困 将会出现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 我就不知道了西方为什么就没有人站出来说 什么叫强迫劳动 怎么可能新疆那的人全都是强迫劳动呢 怎么就西方没有人出来指出他这种荒唐性呢 可见美国的一些有话语权的那些人呢 也都黑了心了 这个报道就是说此前 芯片供应商英特尔在给其供应商的一封公开信中 要求他们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的劳工 采购产品或服务 在引发中国舆论的大量质疑以后 英特尔发表了道歉声明称 尊重该问题在中国的敏感性 对给中国客户合作伙伴和公众带来的困扰 我们心表歉意 但是声明仍然强调公司要确保遵守美国的法律 美国市场观察网28日称 鉴于新疆地区在服装电子产品和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美国行业组织和协会已经表达了对该法案 使企业陷入困境的担忧 而太阳能电池板是拜登政府实现减少碳排放目标的关键产品 45%的多金龟在新疆生产 与此同时 乌鲁木齐海关27日发表的数据显示 中欧班列助推了新疆口岸对欧盟贸易的增长 其中一大亮点就是清洁能源相关设备及产品出口 今年前11个月 新疆口岸对欧盟出口的风力发电机组同比增长 219.2% 太阳能电池同比增长28.1% 离离子虚点池同比增长31.3% 香港南华早报29日评论称 中国在应对日以敌对的全球环境时表现出来了韧性 可可乐 耐克和苹果都在游说政府制定新规 在中国有7万多家美国企业 其中95%是盈利的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数据 超过80%的会员希望留在中国发展 纽约时报指出 包括可口可乐 耐克和苹果在内的美国公司 都在游说国会和政府制定新规 以减轻他们的供应链负担 许多美国公司正试图在遵守美国法律 维护有序的供应链和不与中国公众舆论产生冲突之间取得平衡 也有美国官员在法案通过前曾表示过忧虑 认为新疆地区产出了世界五分之一的棉花 还是一系列关键组件的主要产地 在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 创40年新高时 此举将加剧通过膨胀 美国你不是说民主吗 美国你的这个政府 你做的决定 做决定就是做主啊 对不对 你做的这个主 做的是谁的主 你到底做的是谁的主 这么多的企业你都不管 这么多企业的呼声你都不管 你想想看 那些毫无power的那些普通民众的呼声 美国政府能管吗 这能叫民主吗 这些企业都忽天天不应 忽地地不灵 那些普通民众呢 你可以想象出来吗 这叫美国口口声声的民主 人权自由吗 是不是 非常的打脸 刚才所说的欧洲的那些 各项贸易的增长 就严重地打脸美国呀 美国你这么做 说实在的 只能是说 把你自己推向一个 没落的边缘 把你自己推向衰落 推向灭亡 你美国就这么干下去吧 就希望美国就这么干下去 你会让美国的这个国内的矛盾 日益尖锐 有人就预言2024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矛盾会比2020年大选的时候 更加的尖锐 会到一个爆发的极点 美国在2024年大概率会爆发战争 内战 美国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在为将来 如果一旦美国爆发内战的话 就来发动一个对中国的战争做准备 就是想把中国制造成一个美国的敌人 让美国人民认为中国就是他们的敌人 一变到时候 内部矛盾不可控制的时候 就转移出去 转移到中国的身上 但是他们的这个目的能够达成吗 这个目的能够实现呢 美国的人民还能够愚蠢到什么时候呢 美国人民难道说就听不到这一些声音吗 沃尔玛在中国现在也遇到了困境 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中国人民已经怒了 我们都听到了 那些人就去退你这个会员卡 而且呢 有的时候说 你以后你就算是道歉了 我都不再回来的 你那商场我永远都不再踏入的 而人其他的那些竞争对手 人家趁机 加乐福 就打出来新疆购物节 我来自新疆 以这个为卖点 你美国不是自作自售吗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刚才说了 有网友给我发了一个呢 就是说 中国现在祭出了两大绝招 这两大绝招是什么呢 第一个绝招就是成立了一个中国稀土集团公司 就是所有的这些稀土全都成为这一家中国稀土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 也就是说所有的稀土产品都出自于这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就在新疆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稀土用来干什么的 稀土这个市场呢 基本上是中国垄断的 只来自于中国 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 就是全世界呢都依赖中国的供应 中国以前的时候呢 曾经也控制过这个稀土的出口 但是呢就被美国告上了世贸组织 到最后呢 中国是输了那个官司的 中国呢对于世贸组织的这些个规则呢 也必须得遵守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哎美国为什么就可以 对对对 美国就是可以 美国现在就是为所欲为 一切的规则对于他来说都不管用 他可以不遵守 但是呢你不能不遵守 你要不遵守 他就来那个什么你 那中国呢 现在就搞了这么一个 中国稀土集团公司 而这个公司呢就设在新疆 你美国不是说 你要抵制新疆吗 对不对 我就设在新疆 你用还是不用 这招呢 听起来确实是很高明 另外呢 中国说是要宣布说 所有中国出口的这些口罩 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中国的口罩 就跟稀土一样 稀土全世界都在用中国的稀土 而这个口罩呢 全世界都在用中国的口罩 然后第二招就是呢 所有中国出口的口罩 用的这个棉花都是新疆棉 你用还是不用吧 你抵制还是不抵制吧 这两招听起来呢 就很绝对吧 但是呢 我查了一下 中国稀土集团公司 确实呢 在前两天 在12月23号的时候呢 中国成立了一个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但是我查了一下呢 这个公司并不是在新疆成立的 而是在江西的赣州成立的 我不知道它跟新疆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在江西成立的 和新疆没有关系的话 那好像是这招和网友发给我的这篇文章说的呢 不吻合 希望它是真的 因为全世界的这个武器公司 对吧 美国的那些武器公司 它用的稀土也都来自于中国啊 如果我宣布说呢 我的稀土 我的棉花 全都是新疆产的 你不是抵制吗 那你就别用了 但是呢 第二条我没看到 我没有看到中国宣布说 所有的口罩用的都是新疆棉花 然后第一条呢 确实是中国成立了一个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但是公司的所在地呢 是在江西赣州 有知道详情的朋友 有知道内情的朋友 可以给我留言 说一下这件事情 希望这两件事情是真的 将会对美国有很大的打击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 致病人作词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ớt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